在1995年2月的联邦预算案之中 财政部长Paul Martin提出 希望订立一份新的海外资产申报法例 而在今年的年初 财政部就正式宣布了有关这份新法例的草案 有关方面是希望在今年9月 即是秋季的时候国会復会之后 是能够通过这条草案正式成为法例 但亦都在这段时间 特别是在温哥华的华裔社团 就出现了很多对于这条新草案的批评 而且部分人士和团体 更加批评这份草案是为厌务性的草案 究竟这份草案有什么地方 和对于什么人士是具厌务性的呢 而且这份草案如果真的定立了之后 对于加拿大的经济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照一些财经界人士指出 新草案对于加拿大整体的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 目前还是言之过早 不过也都有人士指出 影响未必一定是负面的 其实不是每个都走光了 刚才你说的就是说影响就影响在最高层那里 其实你看回加拿大的移民 香港过来的很多大部分都是家庭权聚 和企业移民或者独立移民过来的 应该是用投资移民直接进来的 不是那么多的 而实际上有影响来说 觉得可能会影响到它 其实都是说那些所谓的投资移民 基本上来说就算它们本身是投资移民 如果它们一直未进来之前 或者进来之后 有好的律师和他们的安排 或者好的会计师和他们安排的时候 这个新的要求对它们来说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次这个要求只不过要求它们报多些资料 和以往要收税收是完全没有改变的 仍然以前一直都是用处合法的避税的方法来做的时候 对它们的税收要给加拿大政府的税 是完全一点那么多影响都没有的 是那些非法的、瞞税的那些有影响的 其实我们在加拿大移民过来的新的移民来说 包括99.9都是诚实的去报税 我相信一小部分那些海国人之马去瞞税 对那些影响我相信是会对影响是会有 但是对港澳到我们银行那边做事是影响很少的 至于讲到说申报海外资产对于新移民是否太过苛刻 陈志冬就有这样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就是本身的出发点 如果打算真真正正是做一个移民 把所有的心都放在这个国家的时候 以后世世代代都是做加拿大人的时候 我相信这件事就没有所谓 因为为什么呢 是呀你现在生人之中 之前那几十年是在海里赚到很多钱 但是不要忘记了 你往前这么多去的时候 以后世世代代的人都会变成加拿大的人 那将资产补回加拿大政府资 或者是将那些资产搬进来加拿大 就是等于说带回一个新的家乡 有什么不妥呢 还有呢也都是权利和义务 加拿大来讲 只要你一天成为了加拿大的公民的时候 你要有权利享受所有的权利 那当然同一时间是要尽上所有的义务 不能够就是说一厢情愿 那就是说我只是尽到一半的义务 以前那些不关你的事了 但是加拿大政府没有说 如果你来到之后 你只可以去投票 不可以去避选 你有权去避选 有权去投票 而且你以前未过来加拿大 以前生的那些小孩 加拿大在那裏继续教育你 不会说你来到加拿大那些小孩 在这裏出生的那些我才免费教育 你以前在那裏出生的小孩 我来不教育你 没有这一回事 也没有说那些桥 那些路是你来到之后 起到那些路你才准行 以前那些起来的路 你是要给老费 没有这一回事 所以应该来说 就是说我希望 如果是有这样的论调的人 就将他们自己的眼光 是方长的的那么多 不要只看回头的几个人 方长的几世几代来看的时候 我相信生活会好过这些地方 自己的带路 几世几代 好似乎 好似乎 我都知道 似乎 很高兴 好似乎 我可以感受到 好似乎 好似乎